他是钢铁大亨家的宝贝千金 却看上了个家道中落的穷小子 他是蜀中第一才女 靠三首诗挽回了自己的婚姻 他一生敢爱敢恨 浪漫自由 只因想为自己而活 本期视频让我们一口气看完卓文君的一生 公元前175年 卓文君出生于西汉蜀郡林琼县 今四川省琼来市的一户富商之家 家族世代以经商为主 到了老爸卓王孙这 卓家已经称得上是属中首富了 在超能力的支持下 卓老爷自然是对自己的宝贝闺女百依百顺 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 这当老爸的都会去想想办法 卓文君在老爸的抚养下 慢慢成长为了一个通音律 善抚琴 诗词歌赋样样型的漂亮才女 可惜的是在那个时代 不管你家再有钱 商人的地位总是敌人一等的 所以卓老爷一直都想和当官的攀上点关系 公元前159年 16岁的卓文君到了代价的年纪 家门口的门槛都要被提亲者踏平了 其中不发一些样貌出众的 财食过人的 以及和卓家一样家中豪富的 但卓老爷都不太中意 直到有一日 没人代表李家上门提亲 李家是什么家庭呢 李老爷是当朝大员 李家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公务员 这不就是卓王孙想要的亲家吗 于是便当即应允 卓文君也听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每一步都稳稳地踏在老爸铺设好的道路上 但卓老爷不知道的是 千挑万选来的女婿竟然是个病秧子 闺女嫁过去还不到一年 就成了寡妇 但英年早逝的丈夫 其实对卓文君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打击 毕竟结婚才没几天 感情都没来得及培养 在李家守了几天寡的卓文君 觉得甚是无趣 于是便打包行李直接搬回了娘家 卓老爷当然也是乐意至极 就算闺女一辈子不嫁人 咱们也是养得起的 就这样 卓大小姐又过上了婚前的潇洒日子 其实 哪怕是结过婚的卓文君 在蜀中也还是非常抢手的姑娘 但这次卓大小姐想把爱情抓在自己手里 公元前158年 卓家举办了一场宴会 邀请了一百多号文人 县令王吉就在此邀请名单中 得知向儒的窘惊后 王吉非常热情地将其带到了卓家的宴会上 想趁机帮这小伙子好好宣传一下 宴会上 众人起哄让司马向儒弹奏一句 要知道 向儒那时候虽然是个家境落魄的穷小子 但他的才华早已在蜀中传遍了 连卓大小姐都对这个穷小子早有耳闻 听说司马向儒要来 早早躲在窗围后面 打算一睹方容了 司马向儒呢 这一趟来卓家的目的也不单纯 没错 这小子就是冲着卓文君而来的 一曲凤求黄 缓缓从司马向儒的指尖流出 有一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奉飞翱翔兮 四海求黄 无奈家人兮 不在东墙 要不说 这古时候没点才艺 表白都拿不上台面呢 司马向儒是真会啊 加上他帅气的长相 哪个女孩能不心动啊 当然 咱们的卓大小姐也不例外 宴会结束后 司马向儒花了不少钱 收买了卓小姐的侍女 让其帮忙转达心意 这小子 这次是下了血本啊 但这消息对卓文君来说 他爱的人 刚好爱着他 大概这就是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情了吧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卓文君 当晚就决定去找司马向儒 俩人就这样 草率的私奔回了成都 卓王孙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已经是引狼入室 女儿被拐跑后是勃然大怒 切断了卓文君的一切经济不及 曾经的卓大小姐 现在还不知道的是 现实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 回到成都后 卓文君发现 自己这男友 竟比想象中的还要穷 用一瓶如洗来形容 一点也不过分 卓文君的小金库呢 也是没过多久就见底了 无奈之下 只能带着小男友 回到老爸的地盘临穷 在卓府门口 开了一家小酒馆 司马向儒每天就穿着个大围裙 在卓老爷眼皮子底下 和伙计们一起干杂活 当上了店小二 炒作这招算是给他们俩玩明白了 当炉卖酒这事 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不少吃瓜群众听说 首富女儿为爱私奔后 又回来开了家酒楼 争先恐后的上门照顾生意 其实 这帮人的主要目的 大家伙也是心里门清 不过就是想搞点瓜吃吃 两人的第一桶街 离不开这些吃瓜群众的支持 但这事儿却让卓王孙难堪的 连门都不敢出了 最后实在是丢不起这人 而且不管怎么说 都是自己的宝贝闺女 无奈 拿出了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同仆 补贴这个小家庭 拿到钱后的小两口 连夜就把酒楼给关掉 回到成都买了田买了地 生活是越过越滋润 俗话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前141年 汉景帝驾峰 五帝即位 司马向儒也因一手 子虚妇 在京城获得了一份正经工作 后又因一手 上林妇 更得皇帝赏识 曾经那个一贫如洗的司马向儒 终于凭着自己的实力 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但此时 远在千里之外 还在等待消息的卓文君 不知道繁华京城的 风花雪月 风尘美女 早已让丈夫的心动摇了 一日 卓文君收到丈夫寄来的一封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仅仅十三个字 却独独没有义 无义 无义 聪明的卓文君怎么会不懂呢 那个曾经让自己抛下一切相随的男人 终究还是变了心 他也给司马向儒回了一封信 三首诗 既表达了对丈夫的爱意 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爱你 但如果你变心了 姐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收到信号的司马向儒 似乎幡然醒悟了 不禁羞愧难当 从此再也没有提过 修妻纳妾的事了 卓文君也被丈夫接到了长安 度过了最后十年的恩爱时光 最终于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去世 享年五十四岁 他们的爱情就此落下了帷幕 郭沫若曾评价他道 卓文君是第一个成功的叛逆女性 蒋勋也曾写过 卓文君是一个活出了自己的女性 在那个时代 他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 大胆追求自由恋爱 只为活出自我 他是勇敢自由的 当然 他也是独立的 他用自己的人生 告诉所有被困在爱情中的人 平等 自由 独立 才是爱情最纯真的模样 提到卓文君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评论区里聊聊吧 我们下期见